他曾是新中国第一批飞行员 退休后依然翱翔天际 那场天一是飞机 那你飞吧 感情比较好 他是一名转业军人 希望用飞行来改变命运 从头跟你们这也是当宝质的 只要连飞两圈三圈 人家人下来就这样了 一老一少 55天的飞行经历 铸就一段奇幻的知徒情缘 五公里漫跑 半小时器械训练 一千米混合泳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这并非他们每天早晨的生活内容 而66岁的思宝星 却从6年前就开始这样的沉练了 你也说年龄增长 身体会有机能又会变化 会衰老 但是你要怎么想办法去锻炼 使身体合格 健康 然后继续去飞行 这一生就是与飞行联系在一起了 现在66岁我还想飞 退休的联系在一起了 斯宝星是国家一级飞行员 曾经多次担任国家领导人专机的机长 退休后 他重新考取了民航飞行执照 到一家私人飞行学校应聘 当飞行教练 可以说从20岁到今天 他大半生的人生故事 都和头顶的那片蓝天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013年10月3日 安全飞行两万六十一小时 但是微凉 五峰是个飞行的好日子 原来是飞大飞机的 然后下来还飞了个小飞机 但是我后来一想 但是我只要飞行 那上天 我也是机长 也是飞机 那就飞吧 赶紧挺好 司宝兴的家在北京城区 离单位巴达岭机场 有60多公里 每天上下班 他需要往返120公里 下班了 我和你爸过来看看 要飞去了 要回来 飞了几趟 飞了多少个机长 20个机长 作为国家一级飞行员 司宝兴的退休金颇为丰厚 儿子一直不太明白 父亲这么起早贪黑 为的是什么 在我计事的时候开始 到现在 大概我真正能跟我爸爸 在一起相处 也不过是三分之一的时间 因为从小 爸爸的飞行工作非常忙 经常出差 我是不愿意 这么大岁数了 给我聊到家里 到年轻时候就聊家 现在还自己 那会儿呢 我带孩子在城里 在西四住 他在南园 每个礼拜六下午 骑着自行车 从南园骑到西四 骑一个多小时回家 现在上八大岭 开车 我也惦记他 然后飞行了 我就老祖祖 小时候大了 注意安全 注意身体 从我的角度 从我妈妈的角度 希望他尽早地 接受工作 能够安心地养老 好像年轻的时候 还没觉着怎么着 这老的觉得 很孤独 面对妻子的孤独 和儿子的担忧 四宝星却沉默地 做出选择 站在了家庭的对立面上 又是一天的清晨 四宝星很早就出门了 这天一年一度的 北京国际航空展览会开幕 四宝星所在的飞行学校 也参加了这次航展 1996年 一位中国企业家 从美国购买了两架私人飞机 此后的十年中 中国大陆购买私人飞机的人 在悄然增多 2013年5月 首家私人飞机5S店 在河南郑州开张 其中最便宜的 密封3C型单人飞机 价格只有人民币18万元 当很多人还在争先苦后地 报考汽车驾照时 一部分思想灵活的前卫者 已经开始打听 哪里能学习飞行驾驶技术 怎样靠去航空驾照了 一般能开汽车的人 开出去都没问题 只要没有心脏病 什么高血压 没有这种容易发生突然危险 这种病都可以飞 但是学员 他的要求年龄一般在27岁以下 如果也有爱好者 这个年龄50多岁都有 还有60多岁的也有 手机给他关了 关了 上飞机都给他关了 如果感觉不舒服了 告诉我 对 你别到时候没讲 我肯定特别听话 对 然后谁还上 航展上 思宝星的主要工作 是让对飞行感兴趣的人 亲身体验一把飞行的乐趣 他驾驶的这种小型飞机 一次准乘四人 机舱内没有空调系统 此时正值盛夏时间 而在这样的体验日 每个下午 他都要不停歇地 飞30多架次 也热也累 但是很安全 很碎裂 就很开心 第31次飞行 乘客名叫成义 思宝星注意到 这个年轻人 对飞行的兴趣 远大于其他的乘客 我一个私人老板 当保镖 老板他也有飞机 就说 如果我能顺利地拿到驾照 这个费用 他可能就给我出了 所以我感觉这样 也是一个机会吧 总不能一辈子当保镖 成义 表现出了对飞行的热情和好奇 小伙子一上飞机 就请求思宝星做些复杂的动作 顿时老司的兴致被提了起来 一个急拉升 飞机瞬间就爬升了一百多米 刚才在这个机舱里 你思想还是 我说能不能稍微慢点 这样真的我自己就说 可能那种困惧感 真的 马上就要 就是好像要上天 就是 就是马上 真的是那 说不出来那种感觉 就心里特难受 哎呀 看着不玩啊 但是挺起 但是简单的不玩 简单 我不是 我第一次 我感觉我的心脑蹦出来那种感觉 因为是下降的时候 就 感觉我的心脑要祸 一下子跳出来 这种感觉 真受了 下降吧 下降吧 快 哇塞 啊 啊 我这准备 哇塞 好了 过瘾了 自己太刺激了 太过瘾了 来一天 白鱼 这次紧张而有趣的飞行体验 也让诚意见识了飞行员不同于常人的身体和心理素质 感觉真好 我不行 我那次机 我感觉下降的时候 真的要死的那种感觉 不行 太刺激了 太不行 两嘴发软 这要连飞两圈三圈 绝对人下来就这样了 就这样了 东西他也没找不着了 可能就要 我拉下来了 我一拉就拉下来了 马上就上死 往下来 四宝星的情绪也被成义感染 一下飞机 这一老一哨就热情地交流起来 这也让成义对飞行更加向往了 他决定马上就去报名 正式成为一名航校学员 初次飞行两个小时之后 成义成了这家飞行学校的第十二期学员 面对自己从未体验过的飞行人生 小伙子显得极为兴奋 但在四宝星看来 这个年轻人心情的激动 并不能保证他顺利地考取飞行驾照 对于成义的激动心情 四宝星早已司空见惯 实际上从2001年开始带学员以来 他教过的数百人中 只有四名学生完成培训 得到了飞行员的驾驶资格 其余的人全都半途而废了 刚才他们也是很幸福 很激动的 上飞机了 女生体验飞行的一看 这么简单 我的操作 他都不知道我怎么操作 这么简单落地了 这么简单 我说你简单 我简单 我干了几十年了 然后摸出这个水平 现在在学员 两天大约三天晒网 你能有印象吗 高一点印象 就又网了 这是四宝星人生中最敢失忆的事情 随着年龄的增大 他越来越担心自己驾驶飞机的时间不多了 于是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教会更多的人驾驶飞机 爱上飞行 同时也能让自己近五十年的飞行经验得以传承 我自己想过 我儿子那时候高中毕业的时候我想了学飞行 但是他不愿意学 有这个提出过说让我以后能不能去当一个飞行员 空军飞行员或者说民航的飞行员 那时候我比较排斥也不太喜欢 我喜欢音乐 我爱的一说你干一杯的了 你还让他干的 不让他干 不让他干 不干就不干 我也不会去强行评论了 有点遗憾 我说当时如果让他去学习的话 他也考上过航了 现在也是 倒是交往激党了 也挺好的 而诚意对于飞行的热爱与专注 让思暴欣感到 这个年轻人的确有些与众不同 他学习特别认真 很严谨 我们有些的程序 他是特别严格 他知道飞行 绕机解踏 他是非常认真 不是很难我觉得 不是特别难 所以你下功夫了 你好好学理论 可能也没问题 对 只要我觉得身体素质 各方面都过关的话 应该没有问题 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呢 就是首先年轻吧 最起码自己的体质也好 那费点时间 费点功夫的话 我相信这个飞行执照 我会很快能 能去 对 感觉真好 我两天就能学会了 感觉 看着这个年轻人 对飞行如此着迷 老斯很开心 似乎自己的飞行生命 真的可以在这个年轻人身上 延续了 完成了52个小时的理论学习 诚意将迎来第一次 自己驾驶飞机的实战体验 你要让我现在飞 让我坐着做主驾驶 既然做副驾驶 不敢飞 我上去绝对不开玩 因为我身体素质在这板 最起码 我不会说晕机 或者是呜吐 什么牵扯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体验小飞机 我刚才看了一下吧 其实驾驶飞机也不是特别难 不知道以后上去会怎样 挺期待的 第一次飞行练习 要操控的是基本的起飞和降落 然而这并没有诚意想象的 那么简单 在准备降落的时候 诚意突然发现 跑道的距离很难判断 我在空中当时看见飞行跑道的时候 只有手掌硬碍 特别快 一下就下来了 在关键时刻 老斯又将飞机拉了起来 这是一次足以致命的失误 如果不是四宝星反应敏捷 诚意将要面对的 很可能是击毁人亡的后果 当时确实我也吓坏了 其实也知道会有危险 但是没想到这个危险就发生在这一瞬间 由于出现严重的意外 四宝星决定 今天的飞行训练到此为止 然而结束训练的诚意并没离开机场 而是站在跑道前凝视了很久 下午的紧急事故 让他仍心有余悸 一下就下来了 当时我就活就感觉烦了 都给高呼呼 这就追不下去 尖叫你知道吗 一连几天 程毅都没有在预约 后面的飞行训练项目 四宝星开始为这个新收的徒弟担心 不是吧 人家掏钱了 人家飞行 他自己 怎么信心 也是工作忙 可能干得没意思 有这个情况 觉得我不是怕哭 我是真的不敢上那架飞机 因为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就在做梦 梦里全是这种飞机偏离跑道的画面 四宝星心里明白 这个年轻人还没有从上次意外的阴影中解脱出来 毕竟他经历了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瞬间 为了让徒弟能早日克服心理障碍 他决定请成义来家里吃顿饭 师徒俩也能借此机会好好地谈谈心 准备去坐 行 坐 这全是你君哥 君哥 哇 您还历过二等功呢 对 安全飞行三千小时 嗯嗯 哦 该同志安全飞行三千小时 容易二等功一次 在展示自己曾经的辉煌岁月时 四宝星悄悄观察着诚意的反应 他觉得自己的这个土地也曾经是一名军人 或许军人的那份使命感能够帮他渡过难关 你看一等功那是更高的高了 很多都是有生命危险的 对 一等功 一等功才 就作为军人可能必须要有使命感 所以我觉得我必须要调整好心态 不能说遇到困难我就退缩 挺不应该的 作为男人挺不应该的这样 这是过去了 这就是历史了 过去也很荣耀 我一定要和您好好学开飞机 真的 拉 拉起来 上升 上升 飞是上升 在这次师徒叙旧之后 成义又回到了训练场 而斯宝兴也对这名失而复得的徒弟 更是爱护有加 反复讲解了飞行的技巧之后 师徒二人决定再试飞一次 八德林塔台 九怪五药检查完毕 请求起飞 九怪五药可以起飞 校园 李小誠 还在飞误做年底日 能够飞行在蓝天上 对诚意来说 是掌握了一种新的能力 但对于老斯来说 那就是他的生命 老斯希望 诚意在掌握了驾驶技术之后 能体会到飞行 所带来的真正感受 其实很多人没有机会 在高处能复杆我的环境 我们居住的城市 在我看来吧 最大的乐趣是飞行 而且能够不断地 挑战自己的这种极限 所以我觉得会开飞机的人 他肯定是一个比较开朗 豁达的人 每一次飞行 都是大幕拉开 每一次降落 都是完美谢幕 老斯始终享受着 没有掌声的舞台 体会着飞行在蓝天白云之间 那种广阔 那种骄傲与豪迈 他要把这难得的感受 传播开去 让这骄傲与豪迈 在新的生命中延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